好多 上面大家一同欣賞了 掰掰 巧克力糖果 青色的香蕉 記憶迷宮和不曾後悔 你們看的開心嗎 開心 在觀看直播的粉絲朋友們 你們看的開心嗎 開心 謝謝 我們接下來要聊的MC主題是 最近很紅的一句話 就是 我不會輕易的 就是後面是一個橫線可以讓我們填空的那種 對 我不會輕易的怎麼怎麼樣呢 小艾你不會輕易的怎麼樣呢 我不會輕易的 瘟瘟你呢 瘟瘟呢 其實我覺得我 都挺輕易的 我覺得 我要變得強勢一點 我不能感覺瘟瘟應該說 我不會輕易的放過任何食物 因為瘟瘟 我已經沒有輕易的放過 怎麼了 我怎麼了 不是你有個外號叫掃蕩雞嗎 對於所有人房間裡面的任何一切食物 全部掃蕩光 是收割雞 收割雞 你為什麼過期的也收啊 你為什麼過期的食物也收啊 那是因為他們不愛護我這台收割雞 他們不懂得珍惜 他們不知道有一台收割雞是多麼的重要 你不知道就是雲姐 我去她的房間裡找吃的 我能把她的房間清空 就他們本來堆成如山的東西 所以我知道 為什麼雲姐那麼瘦 然而你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清空嗎 因為雲姐的食物全是過期的 我在她裡面找到了2012年的巧克力 還有 2011年的那個 什麼 什麼 酸奶 牛奶 我當時就覺得找到了寶藏100 酸奶 對 你為什麼不再多放幾年 說不定就有價值了 是古董 哎呀 我怎麼這麼笨 以後我帶上你了 我封你為收割雞二號 對 我是健保師 對 你是 你就叫掃蕩雞 我是收割雞 你是掃蕩雞 我掃蕩什麼的 我拿一個放大鏡給你去看一下 這個東西 這個食物有可能會成為歷史價值的 其實吧 我想了一下我覺得 我不能輕易的屈服於孫瑞的統治 哦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在家裡面特別沒有地位 我要我要申訴 我要起訴 我要 我要 反正我就覺得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我很沒有地位嗎 還行吧 好久沒看到你了 習慣了 習慣了 真的很過分 這種生活我已經過了很久了 他老是 為什麼前少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因為前少一直都輕易地屈服於孫瑞姐的統治啊 我還能站起來反抗 這個已經放棄反抗了 沒有啊 一直在反抗 都無效 從未成功過 從未成功過 有成功 我一直跟你們說我揍他的手 你們沒有看見 我揍起來的時候 那個頭髮 就是在夢裡面 夢裡他打我 打我 在夢裡都打你 我再跟你握個手 其實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因為昨天一件事 讓我特別特別生氣 我氣了好久 我氣到現在 我還是特別生氣 我說就讓我覺得 我真的 我在家裡面太沒有地位了 昨天嘛 孫瑞在床上 他因為吃多了辣椒 喝可樂 他覺得今天是上工業 臉會腫 然後呢他就說 他就躺在床上玩手機 然後就那麼把二郎腿一翹 然後說 Windy 給我拿個熱水瓶來 我要熱敷 然後你知道嗎 我竟然就乖乖地去了 對 我怎麼能幹這種事情呢 不是 我知道 溫妮姐反抗了 溫妮姐怎麼 溫妮姐 然後那個孫瑞就說嘛 說 來你快點幫我去搞一個熱水瓶 我要去腫吧 然後溫妮姐就去了 結果溫妮姐就說 沒有瓶子給你裝熱水啊 然後孫瑞就說 對 你自己想辦法做一個 然後溫妮姐 你認我多沒有地位 幫他熱敷 還會 結果你們知道 孫瑞最愛什麼東西 最愛可樂 他把孫瑞的可樂倒掉 然後給他裝一杯熱水 來 給你 然後孫瑞直接從床上跳起來了 恨 你說 我是不是為他好 我一 為他熱敷 二 把最害他的可樂給倒了 我是不是為他好 然後 還有群眾的呼聲 然後 後來孫瑞跟我說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說 然後因為孫瑞有兩瓶可樂 有一瓶可樂呢 喝了只剩這麼一點點了 然後被溫妮姐倒掉 然後另外一瓶 然後我就跟孫瑞說 我就跟她說 你還好 溫妮姐還算有點良心 沒有幫你把那瓶滿的給倒掉 結果孫瑞說 她還是把那瓶滿的給倒掉 她今天 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對 我站在這裡 你不知道 更過分的是 我就倒掉了那個 只剩下一口的可樂 孫瑞她居然都對我懷恨在心 我竟然沒有可樂中央 我真的好傷心 現在看清自己的身份了嗎 對 所以我要在這裡申訴 我覺得我畢位在這裡 不過兩塊五 可憐 那小艾呢 小艾有什麼 不會輕易的 橫線的東西 是 其實我今天看到的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是另外一個 可能 是改的嗎 嗯 就是那個 請 請不自禁的 那個是三個 蛤 那個是第二個 真的啊 完了小艾準備的MC 是下一個的 那是第三個 你可以倒好說 然後現在呢 反正燈也亮了是吧 然後我就不會輕易的 我想 說個生日祝福 對 我也想 溫溫你知道嗎 現在生日祝福 生日祝福 要是不在第一個大MC裡面說完的話 要叩錢 那我們第三個 第三個MC再說吧 看能祝福的時候趕緊祝福吧 我 我還叩錢嗎 算了 叩錢我也有祝福 我都被自己感動了 是我不應該那麼開心 因為我也還有一個生日祝福 好 我知道他們來 所以 波波 生日快樂 謝謝 好 我要祝愛丁名為 我的小幸運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對 好 那這個MC就結束了 對 我覺得我下場上歌 我腿都是軟 哎呀 人生嘛 有很多坎 這都不算一個坎 說得好 來吧 結尾吧 下面請欣賞下一首歌 森林漫步 這並沒有什麼好笑的